有个词语叫贤妻良母,所谓良母,大概就是温柔,善解人意,默默奉献,毫无约言,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温暖柔软,如春风般和煦,秋日暖阳般舒适。 但是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另一种妈妈,她们十分强势,教育孩子的时候,简直是雷霆万钧,说一不二,这样的强势妈妈如同酷说烈日般卓人,寒冬说风般凛冽,他们对孩子缺乏理解,尊重,倾听,交流,所以常常使用命令式,威胁性语言。 这些妈妈对自己实行高标准,高要求,同时对自己的孩子也有较高,甚至是不借实际的期望,她们经常把自己的意愿强调在孩子身上,对孩子的要求异常严苛,孩子遇到这样的妈妈,只想逃离,和谈喜欢。 第一,强势妈妈,强势女儿,强势的妈妈不仅用她的强势对待孩子,往往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人,女儿,耳濡目染,她会学习妈妈对待爸爸的方式,然后用来对自己今后的伴侣。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埃德勒有个精彩的论断,假如母亲交付于纯威信,整天对着家里其他的人唠叨,女孩子们可能模仿她,变得刻薄挑剔,男孩子则始终站在防御的地位,怕受批评,尽量寻找机会表现他们的公顺。 当女孩在反抗母亲的专制霸道的时候,她也在不自觉中继承了母亲的专制,并将其带到自己未来的亲子关系中。 一位在强势母亲的控制下长大的女性曾说,我觉得最悲哀的事情,就是我将自己活成了母亲的样子,我的控制欲变得和她一样强,我厌恶我自己。 零二强势妈妈,懦弱儿子,对于女儿来说,她们会变成母亲的样子。 那么男孩呢,大多数男孩成了她们强势母亲的对面,软弱的,不知进取的,没什么出息的男人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强势的妈妈主要表现为,强烈的主见,以自我为中心,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。 她们喜欢控制孩子,一切由自己主导,孩子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,很难独立做出选择。 时间一长,失去主见,压抑个性就不奇怪了。 如果女孩的榜样是妈妈,那么男孩的成长过程中,则需要一个男性的高大形象。 妈妈过于强势,爸爸的家庭地位边缘化,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小。 男孩的成长缺少一个认同对象,或者说,家庭中,妈妈强势,爸爸必然相对而言处于弱势。 那么男孩的学习榜样,是懦弱,没有主见的父亲。 这就是为什么强势妈妈的儿子,并不是同样强势由主见,而是软弱,没主见,全然相反。 第三,当温和快乐的妈妈,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说,因而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的,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。 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。 作为母亲,应该用关爱,柔软,细致,温暖去丰富孩子的心灵,激发她的情感发展。 在管教孩子的时候,试着尊重,理解孩子,和她沟通,而不是强势的命令和控制。 同时,妈妈们不应该将教育的责任,全部拦在自己身上。 一个聪明的妈妈要学会给父亲机会,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存在,将爸爸承担她的责任。 如果你也是一位强势妈妈,请将强势丢掉一点,对孩子和伴侣少一点管制,对自己的情绪多点控制,对自己多点关注。 和孩子,爱人一起成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